当播澳门《市民日报》《市民之言》 协同办好全运会促进体育家旅游 东京奥运已经圆满结束 纵使澳门无缘派代表参赛 但在澳门算是掀起一轮运动热潮 国务院日前宣布同意 粤港澳共同承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澳门特区能够举办全国大型活动 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 同信任体现中央重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 对澳门居民特别系体育界来港系喜讯 有助提升澳门的体育水平 同全国知名度 澳门的运动员也有主场之利 要拿到奖牌 相信不是难事 但关键是凭着举办全国大型运动会 提升澳门运动员的水平 有调查显示 受访者认为澳门最缺乏运动场地 不过其实澳门不缺场地 只是欠缺未有开放的场地 诸如原跑狗场用地体育设施 望下体育馆 以至未来新城区的土地 当前政府没有将运动场地 或分为专业场地和简易场地 将两者运为一体 结果出现增强状况 简易场地又有自由波地 其实简易场地以大众体育为主 相关场地无需设置观众席等设施 可解决居民运动的需求变达目的 不过当局一直把专业场地和简易场地 混合开放与运动员同居民 只用时间作区格 导致增使用时段的问题 经常都出现 全运会除可提升澳门体育事业发展外 还可带动澳门旅游事业发展 亦十分重要 全运会有助加强发展体育加旅游产业 怎样令两者结合 当局要努力用好用足今次机会 过去 有大型博企举办过不少全国或国际知名赛事 吸引不少观众来澳入场欣赏 带动住宿 餐饮以至社区经济 故第十五届全运会赛事 澳门可以拿到哪些项目的主办权 就显得十分重要 故当局不妨先接触大型博企 了解他们是否愿意配合 借出场馆 在目前紧肃开支的状况下 有建望下体育馆可以重新开放使用 故我们不建议令密土地增建新场馆 既浪费公帑 日后维修保养 亦是沉重的负担 这次全运会由三地政府筹募经费 中央政府提供一笔定额补助 除资金外 也有赖中央有关部位 广东省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 做好筹备工作 目标是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 严格预算管理 节约办赛成本 严格控制规模和规格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使全运会得以顺利完成 故此三地做好协调工作 理讯分工 是粤港澳政府合作的一大考验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